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会去主动的联系 就当陌生人 所以这样看着我很绝情 但是真的 真心喜欢过的人 没办法做朋友 因为再多看一眼 都还是想拥有 所以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 我的视频一直以来都是遵循一条准则 那就是如果说什么话是危险的 那就保持沉默 如果自觉无力发光 那就去照亮别人 但是不要习惯了黑暗 就为黑暗辩护 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 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有感 更有热量的人们 可以卑微如尘土 但不要扭曲如蛆虫 这也就是 为什么大家觉得我很多话 都说的太现实了 听了觉得这个社会 世界太黑暗了 但是即使你再怎么的不能接受 现实就是如此 这就是真实 我随便举个例子 如今不管是做菜的 还是做爱的 放心的肉 已经越来越少了 不论是婴儿喝的 还是让人摸的 放心的奶 也已经越来越少了 不论是饲养的 还是站街的 放心的鸡也越来越少了 嘿嘿嘿嘿嘿 呃 其实呢 这个社会啊 不管我说的多幽默 大家呢 应该都听出来了 我这是在强颜欢笑 虽然我的脸上云淡风轻 谁也不知道 我的牙咬的有多紧 我走路带着风 谁也不知道 我膝盖曾经摔伤的瘀青 我笑的没心没肺 没人知道 我哭起来 只能无声落泪 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 只有背后极其努力 人 要么庸俗 要么孤独 男人 一定要有的五样东西 扬在脸上的自信 长在心里的善良 融进血里的骨气 两侧外泄的霸气 刻进命里的坚强 大家和我一起呐喊起来 坚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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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对手的阵型 也是一个早期非常流行的九本阵型 在我早期的视频 也有用挖式弹跳流做过 如何攻打这个九本阵型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阅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对手 从这个对手的各种建筑的等级来看 它是一个九本满房刚升的十本 种下来两个一级的地狱塔 一个黏炉 对吧 这个绿色的剑塔和金色的炮塔 也是十本的新建筑 这样的话呢 它的防御等级啊 是和我这个号呢 是差不多的 紧接着它的双王 就等级显得有些欠缺了啊 只有双十五级 那么由于有这两个地狱塔的存在 攻打此阵呢 我也是一个十本出马 那个我冰冻呢还没升 我升级的是五级的石头 然后三级的狗 这两个关键型的黑水冰冻呢 已经升满了 冰冻呢才刚刚起步 所以打这个阵呢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困难的啊 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 这个玩家呢 呃 看得出来啊也是比较懒啊 刚升的十本呢 肯定没有把阵型换成那种十本长远的阵型 而是直接比较 呃 懒惰的把那个两个地狱塔呢 直接放在了中心 然后三感联弩呢也放在中心 双王也放在了中心 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个非常 这个阵啊非常大的缺险啊 一旦我的有 嗯比如说 我的前夕部队啊 能够跳入他的中心 就能把他的三个对抗X路 两个地狱塔全部给灭掉了 灭掉了 灭掉的话 我再用狗球收尾的话 就我狗球部队就写的非常绰绰有余了啊 好呃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 打这个阵呢 我也是用十本比较流行的打法 呃 十狗球的战术 嗯 一般性的十狗球呢 魔法上配置是一闪一跳两筐一动 对吧 然后呢由于我的动的等级是0嘛 所以呢 我把冰冻改成了狂暴 就是一闪一跳三狂 两个狂暴呢是为狗球收尾留的 这第三个狂暴呢 是为我的部队跳入中心以后啊 加一个狂暴 能够迅速的把他的连弩啊 呃 地狱塔关键性的这几个防御塔给灭掉 接下去我们写 选一下主攻方向吧 嗯 很显然了 这个为了节省大战人的人口 而且用一个弹跳就能跳入中心的话 不是9点就是3点 我呢看着女王离3点比较近 所以选择了3点 好大致的思路啊 他已经和大家说了 我们紧急着就来看回放吧 哎大家看啊 这里我时间一直在走 但是我没有下兵啊 呃 其实呢打这个对手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网络好像不太好啊 这个wifi那个信号一直在跳 跳的我就是心惊的肉跳 都是鸡皮疙瘩了 就怕万一掉线 所以我在这里一直点我想这个法师怎么点不下去啊 所以非常的尴尬啊 最终好像网络又恢复了正常 我把法师点下去啊 这两个法师明显 由于这一块 他的防御塔是一个法师的宝货 法师的攻击范围是比较 就是说 比较小的 所以呢 我法师在这里直接下去 就首先进行他的轻边呢 是不会把被任何防御塔给打到 而造成威胁的 呃 这局的配置啊 配置的话呢 石头 然后联盟里面要的也是石头 所以呢 我用的是三石头 三狗 为什么不是传统成两石头呢 因为我感觉两石头的话啊 刚刚进去 就是石头 等石头触发到联盟以后呢 第一个石头就已经分裂了 然后呢 就造成后续的肉盾不足 呃 很有可能 因为我没有冰冻的话 用狗球灭开的地产呢 会造成一个困难 所以我想 肉盾时间持续长一点 用了呃 配了三个石头 三个石头 就算我第一个石头分裂嘛 我有两个小石头 还有两个大石头对吧 能跳入中心 这样肉盾呢 就持续很长时间 然后让我的 嗯 双王啊 迅速的灭掉他中心一圈的主要黄玉塔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的地亿塔等级比较低啊 在面对我高等级的石头和王的 呃时候啊 显得非常的薄弱 呃 对我王呢 威胁呢 威胁呢 也降低了很多 好在这里啊 我就在那个 两点处下了一块石头 两石头 三石头 分别下去 这样分别的下来是由于想少受点这个 法师塔AOE的伤害 姐姐的呃 下女王也继续 进行他中路这块清边的工作 好 这里就是关键了啊 下路把两个法师已经把边清的差不多了 中路呢有女王在清 那么上路这两个建筑一个农民房一个 啊 训练营啊 黑水训练营怎么办呢 我直接下法师的话肯定会被他这个炮塔给打掉 因为他的剑塔和法师塔已经攻击我的石头了啊 所以呢 这两个塔呢可以忽略到 但是这个炮塔呢 没办法 我不可能把石头下的这个炮塔出了 就石头肯定是跳不到 跳不入中心了 所以我这里下了一个胖子稍微挺下 配了两个法师 迅速的进行清边 这胖子 一个胖子加两个法师 清边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啊 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三个石头把这个炮塔给灭掉 他的行进入境是怎么样的呢 直接走下这个防空塔对不对 走下这个防空塔 我在这个排气方这里加一个弹跳 让引导我的石头 石头就能跳进去 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 这个剑塔或者是这个法师塔不被打掉的话 我的石头灭掉他的防空啊 很有可能会分流 分流的打成墙 然后要进去打他的剑塔或者是法师塔 法师塔可以看到中路我的女王啊 在清掉边的 清掉边以后肯定是会把这个法师塔一并射掉的 但是这个剑塔呢 女王呢 就算是女王他的攻击射程也是打不到的 那怎么办 所以我就想 用一个胖子一顶 两个法师清边的同时 基本上胖子快死的话 两个法师就能也能 顺 顺带把这个剑塔给打掉了 剑塔一旦打掉 我的石头灭掉这个防空 就能直接往中心跳了 而不会走偏了 所以大致就是这两层意思在里面 还有清边的话 这是比如说啊 这上面离你女王那么远 你为什么要清边 我就怕到时候万一 因为此时我的蛮王没有下马 我的蛮王想最后等石头跳进去啊 顶住所有塔的攻击 让石头走在蛮王的前面 让蛮王进行多一点的输出 所以让蛮王的蛮王准备是在最后 最后的石头再下去啊 因为最后石头下去 非常容易让蛮王走现 所以能清边 能清掉的边路呢 我先事先把他们全部清掉 好好的 此时啊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胖子已经差不多了 两个法师通信他见他了 呃法师塔已经被打掉了 打掉以后 我的蛮王紧接着 当部队走入他的防护塔的去 时蛮王下去跟进了 好 防护打掉我的石头就跳进去了啊 石头蛮王双王砍了一下他的联盟 他的联盟呢 是一群黄毛加一群弓箭手 是比较难饮的全屌丝部队 跳啊 双王跳进去以后 这个石头呢 也顶住了所有的伤害啊 直接忠心加了一个狂暴 让我的石头进推击速度啊 进进了加大加大以后 面对他的双王啊 由于他的双王是15级的小鲜肉嘛 在我30级的双王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啊 我的蛮王直接开启了他的技能啊 绝命一击把他的女王砍掉以后 面对他的小鲜肉蛮王 在就算他是小鲜肉蛮王的话 大概也就两刀看果然两刀啊 看到这里我已经非常确信 我的石头加双王部队能够把中间的 在防波头下 把中间塔全部给打完了 打完后呢 我就不浪费时间直接的跟进狗球 好首先我在12点处下了一只狗 然后跟进两个气球 呃有可能大家看不明白啊 为什么要从12点下这个狗呢 让狗飞那么长一段路到达这个防护的上方啊 其实狗球色围有一点非常非常关键 就是说在你气球未拒追之前 你的气球是一定不能吃到这个东西的啊 就是黑色的防护地雷 因为一个黑色的防护地雷是能秒掉一个气球的 如果说在前期你气球没有拒追嘛 你吃了过多的这种黑色地雷 呃比如说你吃了三到四个对吧 你灭掉已经就损失掉了三到四个黑球 这些黑球没有做过任何贡献就没有了 等于说这些人口是送给他们的 而一方面我用了三石头三狗嘛 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人口了 所以在收尾的气球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啊 是13个已经是非常少了 如果你再减个三四个的话 只减到十个左右的话啊 最后面你就是点球嘛 点他的防御场的话可能会 一个导致的问题就是气球不够用 所以说狗的作用 宁可让他多飞一点距离也一定要让他 就是飞过的区域才能确保这块区域 呃没有缩过地雷 因为狗飞过的时候缩过地雷会直接被狗吃掉嘛 所以说当狗飞过以后你才能安全的下气球 好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狗飞过以后啊 我紧接着在嗯 两点处也下来啊 一只狗跟进了两个气球 果然这一路有非常多的防空地雷嘛 黑色的红色的啊 黑黑红色的啊 很多个 我第一条狗就全部吃掉了 我知道 第一条狗吃掉以后啊 肯定就是基本上就要自爆了 所以呢 第二条狗跟进的话 你一定要跟进的快点啊 那第一条狗呃 飞过的路径呢 能够确信这一圈没有缩过地雷了 我再安全的下这个气球啊 由于气球比较少了 所以我用一球 对应一个防御塔这样的操作啊 好的 当 呃 气球接近防空塔的时候 我直接下了一个狂暴 此时 我的女王开启他的技能 已经把他的第二个防空给射爆了 男男王呢 呃 面对他的地狱塔呢 还有那么多血量 肯定也是非常容易的 能够把这个地狱塔给KO掉的 那么 我就下第三条狗了 第三条狗在最后一个防空的这里 直接下去 然后跟进气球 这个狗我选择路径也是比较远的啊 就 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啊 命走 十步远 不走一步写啊 这是狗球受尾的一句话 大家记住就行了 好的 在那个我 此时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的气球其实呢 已经巨队了 在这个时候呢 就不用害怕他什么 呃 黑色的搜狗地雷啊 这个时候最怕最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 法是高等级的法师塔 因为巨队的气球被高等级法师塔 也是几炮 就能一下子全部给灭 灭了 不过还好 我的女王给力啊 把他的最后一个法师塔给试掉 呃 就算如果他没有试的话 我也留了一手 留了三个气球 大家看到没有 留了三个气球 如果我女王没有试的话 我用三个气球把这个法师塔给打掉呢 也能保证我气球大部队的安全 好了看到这里呢 我想这个这个对手呢 应该也是已经稳稳的三星了 主要的话啊 这套打法的精髓就在于没有冰冻的情况下嘛 一定要利用双王和石头 能够充足性把他的地球塔尽快的给灭掉 灭掉以后你的狗球收尾呢就能非常的安全 因为两个石头我感觉不够 所以呢我补进了第三个石头 呃 结果在打之前其实我也是脑磨了非常长的时间啊 呃 后来呢证明我的想法呢也是非常正确 呃打这个对手几乎没有什么意外的 非常顺利的把它给三星掉了 好的 那么这次呢 就到这里吧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以后只要在九游论坛天 优酷新浪微博视频下方留言 在最近的OVA视频结尾呢 会进行抽奖 并各抽取一名幸运观众 奖励三十至五十元 不等的化费充值卡 呃以回馈观众老爷们对我的支持 进入九游COC专区呢 可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 好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自动布阵软件的阵型库 自上期解说视频以后呢呃我又添加了许多其他的阵型到这个阵型库里面啊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历史阵型 然后在右边弹出来那么多的阵型 对吧呃有这个 呃有这个九本护黑症 十本菊花症啊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 哎这个非常有意思 是八本后入式症 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啊 呃大家看到没有啊呃这个姿势我想有点阅历的同学应该都非常熟悉啊 这是一个八本的搞怪之心 然后嗯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阵型 还有那个经典对称症啊九本杀猪症啊对吧呃九本盒子出品第一代 好我们点去看一下啊啊 啊呃 mr box呢是一个九本玩家啊 他呢非常喜欢专业于研究整九本的布罗战阵型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推荐的一款地呃 第一个阵型 第一个九本阵啊呃 我看下来感觉还很不错啊 那可以看一下他的简介啊 个人介绍我是风蛙的鸡老 请叫我布阵达人和子先生 fuck这是谁写的简介啊 站出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鸭的 呃各位 我的寄老只有福利的一人啊 啊不不不不 那不是寄老是寄友 哎好像也没啥区别啊 fuck越描越黑了 呃总之呢我可不是什么寄老啊 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特别是妹子本啊 好我们也言言归正传看一下本期给大家推荐的那个一款阵型 嗯好啊就是这个九本经典的对称阵啊 呃这个阵型我想 经常打部落战呢 同学应该是经常遇到的啊 呃因为这个阵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常见 这里呢我做了一些改良 就是把他的方向换成了横向 原来应该是像这样 竖向的啊 现在呢我换成横向以后呢 呃一方面呢给喜欢这套阵型的人 呃稍微改变一下姿势 对吧让对手不那么容易的攻破 如果比如说你在部落战中遇到了对手 是这个树树上的阵型呢 大家也可以去呃我的历史阵型库里面找一找啊 里面也是也是有的这个阵型的树 呃树向的版本 好如果大家对这款一键布置的软件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的话啊 可以去看一下我54期的操作视频 呃或者扫描这个二维码 又如果安装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直接呃加这个QQ咨询群348176381 对吧里面有技术人员为大家解决啊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阵型的演示视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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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